接著我們要針對global做一個atribute 我們選擇atributeholder 改一個名字叫volume 可以在animation底下 parameteredited 找到我們希望的type是一個布林的type 然後是checkbox parametered 就叫active ok 那麼我們就在底下選擇add 那麼這裡就會產生一個add active的parameter 好 那麼選擇我們的這個bong bong2 然後到它的motion scale的地方 把這個打開喔 事實上我們現在用到的是一個if的數學式喔 那麼if的數學是它需要有三個參數喔 一個就是當stated是c的時候 那麼參數的數值就會是t 那如果當這個情況不是c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數值呢就會變成是f喔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先把它括號起來 然後給一個comma 再一個括號 前面也是if 然後括號 comma 那麼最前面呢我們給的就是一個active喔 if active等於1是這個喔 不然就是 這裡我們給1 好 那麼evaluate 它告訴我們不認得active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給一個 Active的這個 這個 參數 那麼active指的就是剛剛的這個global control 嗯 底下的 modify 底下的volume 底下的 active 這邊少了一個 if active等於1空格power 是global 括號 這裡 打錯 ok 所以數學式是這樣喔 if active等於1 然後進行這一段 然後再comma1結束喔 evaluate 這樣是對的 好主要目的呢當然就是為了能夠 控制我們要不要擠壓變形喔 那麼同樣的這個數值喔 我們要給 呃 另外這個軸向 z軸 那麼我們同樣要給 active 這個參數 ok 所以呃我們可以從global這個地方說要active 那麼來這邊的時候 他呢會做擠壓變形喔 好 那麼我可以告訴他我不要active 那麼回到這裡呢 看到第一個box就是沒有做形變的 好這個box基本上 我沒有active他他就不會去做這個形變 ok 那麼我們再讓他歸零 好所以同樣的這個參數呢 我們要把它 拷貝起來 貼給另外這邊的這個bone 然後我們一樣要給一個新的 active 的parameter assigncontroller evaluate 所以z軸也一樣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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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t create OK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 呃 當然還有包括中間這一個喔 一起決定他是不是要被 做變形上的改變 ok 好 那我們 我們可以來實驗一下f3 當我的這個地方是沒有active的時候 基本上所有的box都不會有變形的動作出來 ok 一旦我們打開我們的active 那麼 它就會有擠壓跟伸展的一個改變 隨時我們可以把active關掉 好 這個擠壓伸展就失效 ok 所以 歸零 所以 歸零 剛剛有不小心按到嗎 ok